近日关岸山区留守女童的红樱桃爱心行动在我市展开 羽毛球奥运冠军李雪瑞和市井赛冠军张亚文来到大兴场小学和新龙镇中心校 向留守儿童传授羽毛球技艺帮助学校成立了羽毛球队 在南岸区大兴场小学学校不仅建起了室内室外的羽毛球场地 还开设了羽毛球课为孩子们成立了羽毛球社团 并不是说非要去培养多少世界冠军 奥运冠军 但是我们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运动当中来 能够身体得到发展 培养他们的医治能力 因为我觉得这个需要智慧各个层面的 很多的人士共同地去组织这样的活动 去帮助我们这些留守儿童